嗨,大家好,我是Grace 今天這支影片呢,我想要和你們分享台北最後一波空瓶 因為我明天就飛上海了 今天下午在整理自己的東西的時候發現 其實我有蠻多空瓶都被我塞在角落 他們被我忽略 然後我今天真的是東瓶西瓶 還真的KID出了一袋 然後如果說你對今天和你們分享的空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先把我的資訊欄打開囉 影片開之前,如果說你對我這個人有興趣的話 更多我的生活動態以及第一線的財中信息 我都會更新在IG 要記得追蹤我喔 好,首先先來跟你們聊的最常和你們分享的四個品項 就是在這一個月中呢,我又用完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四花他們家的神水化妝棉 這個是我每一支空瓶一定都會出現的 因為它超神水以外呢,又可以當師傅化妝棉來用 然後我覺得它價格又還蠻便宜的 所以這個我就是一直一直都在囤貨 第二個呢,就是博士倫的隱形眼鏡 所以我通常都是買這種小包裝的啦 因為我日拋跟月拋三步的時候會交換帶 我怕那種大罐放久會變質 所以我通常都是買小的 然後搭配藥妝店,他常常就是會買一送一等等 所以其實我覺得買下來也蠻划算的 那第三個呢,就是KRIST他們家的3D牙膏 美白牙膏 我個人覺得它對於牙齒的美白的效果還蠻顯著的 因為我會用他們家的牙貼,搭配他們家的牙膏呢 可以給我一口亮牙 那第四個呢,就是BUFFETT他們家的卸妝精 我跟你們講過好多次,就是它的紙巾很大 然後卸得又很乾淨 重點是卸完之後皮膚還非常的放鬆 不會有緊繃感 那再來就是它的這個包裝的設計我很喜歡 是因為它是這種掀蓋式的設計 所以從第一張到最後一張都是非常濕潤的 並不會說像那種貼紙的,你可能從第一張用到最後一張 已經稍微乾掉的那種感覺 沒有,它非常的濕潤 下一樣東西是APIVITA他們家的護色洗髮精 那我目前最喜歡的洗髮精就是APIVITA他們家的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護色啦 或者說像我之前很喜歡他們家的女士活化洗髮精 洗起來那個頭皮感是非常乾淨很清潔 然後髮根呢,又是一絲一絲的 它們都可以有那種蓬鬆跟立起來的效果 因為我本身就是細軟髮,很容易塌 但他們家的洗髮精可以讓我的髮根就是立起來 那像我自己的話就是前幾個月,好像三個月前有做條漂吧 所以我後來買他們家的護色洗髮精 那我個人是覺得護色這部分呢,我好像沒什麼感覺 因為其實你有漂髮洗到最後它都會脫,顏色都會掉下來 但是我會覺得用他們家的洗髮精洗漂頭髮的那個局部 就是會覺得它的髮絲呢,是有在更柔軟的 會建議你們可以搭配他們家的那個免洗的護髮乳 對,這個圖片我貼在這邊,這個我一直都有在用 而且我覺得它超級深,會搭配你們可以一起用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頭髮揉順啊,然後不會有毛躁的感覺 下一樣東西呢,是豆貼,優若美阿門家的 是我最常和你們分享的豆貼 然後也是你們最常問的 因為呢,我很常長痘痘的時候,你們都沒有發現 那我會很喜歡他們家的豆貼,第一個就是隱形的部分 它對於那種痘痘啊,腫脹啊,或者說泛紅,甚至色素沉澱 它都可以有很好的揉膠以外 它的那個豆貼薄度呢,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貼在皮膚上面,我個人覺得 就是很無感 然後再來就是它不會說讓皮膚有一種悶住的感覺 對,所以他們家豆貼我還蠻推薦 然後各種尺寸你們可以就是靠過去參考一下 好,那下一樣呢,是隱形眼鏡的部分 這一次有和你們分享這兩個 首先呢,是露威娜 就是糖味的品牌 上一支空瓶有和你們分享過心得 就是我覺得它放太大了,我沒有很喜歡 呃,是大到說讓眼神看起來太有精神,很怪 所以他們家隱形眼鏡那時候我是 因為屈城市它有買 就是好像買一送一還是什麼 反正還蠻優惠,我就當下第一次了,我就買蠻多 可是後來就有點後悔,覺得它放太大了 但因為花錢了,所以我還是把它們用完了 那如果說你跟我一樣喜歡自然放大的話呢 我會推薦你們可以試試看 優勢達他們家卡拉筒系列 我今天的隱形眼鏡就是帶優勢達 可是我帶的是月拋系列 不管是月拋還是日拋 只要他們做有關放大的通孔片呢 都是屬於超自然的那一種 不戴的時候看得出來人很沒精神 但戴起來會覺得整個人看起來變漂亮 可是眼睛又不會過於亮 不會過於啾啾有神 看起來是很順眼的 像我現在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我現在很順眼啊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接下來是1028的飛機長順俏防水睫毛膏 我手上這個版本是泡泡先生的 那這個是我之前好像靠屈城市看到它買一送一絕的非常的好 算等於一直150耶 我就把它帶回家了 然後我現在身上超級多囤貨 我會想囤貨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好用 有防水然後又可以捲翹 重點是它又可以去延長我們的毛流 讓短短的睫毛然後可以延長得變得很長 那因為它走的是比較纖細的路線 所以它完妝之後呢 會讓整個妝感看起來是比較清淡的 所以如果說你本身是淡妝派的話呢 這些睫毛膏我很推薦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那下一樣東西呢 是蘭蔻的零粉感粉底條 我的色號是005 真的是我人生當中唯一用完的底妝產品 因為其實我覺得粉底棒的部分 它消耗的程度本身就比粉底液還快 所以使用它呢 我的成就感非常高了 因為是真的可以看到自己的彩妝品是有被消耗的 我很喜歡這支粉底棒的妝效 因為第一個它非常的持妝 就是一整天持妝下來呢 它的妝感完全不會輸給粉底液 粉底液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粉底棒表現的也完全不遜色 而且我覺得它外帶出門又更方便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完妝之後的妝感又更輕薄了 可是呢 你重複堆疊之後它也不會厚重 而且還可以遮蓋下次 而且我覺得像夏天我的T字不會容易出油 重複堆疊之後我覺得它倒也可以去抑制我油光的一個 產量 所以我會覺得 夏天的話它控熱度表現得不錯 冬天的話它保濕的程度表現得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它又有遮瑕 又可以很持妝很服貼 對我來說是一支完美的粉底產品 所以我消耗它的程度也非常高的 而且我已經入手一支新的了 不可或缺 不可或缺 好那下一樣東西呢 是植生修他們家的柚子精粹結鹽油 我手上這個包裝呢 是當初他們官網週年慶的時候 買150ml然後送150ml 就是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那我那時候買的時候他們剛上市 我就還蠻想體驗看看 因為我在夏天的時候皮膚也容易油 他們加出這系列柚子 似乎是主打出更清爽了 我很喜歡他們家U8系列 因為洗完之後皮膚是非常放鬆的 可是他們家柚子精粹結鹽油 洗完之後皮膚一樣也是非常放鬆 可是有一個點我沒有很喜歡就是 味道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柚子 所以對我來說他們的柚子味是比較重的 洗屑的效果呢 我覺得跟U8那一系列非常的像 就是針對防水性睫毛膏 或者是說防水性眼線 甚至唇膏它都可以達到完美的溶解 而且我覺得每一次在乳化的時候 看到自己分解出來的那一些彩妝 髒污等等我都會覺得還蠻有成就感 然後真心會覺得它卸得非常乾淨 那如果說要讓我推薦的話 我會想要投票給U8那一系列的結鹽油 因為我覺得它卸妝的效果也很乾淨 重點是卸完之後皮膚還有保濕的感覺 對 所以柚子的話我可能就不會再回購了 我會持續中心在U8系列 再來是禮膚保水的靜度換膚極效精華 如果說你喜歡溫和代謝的保養品的話 你可以選擇它 因為我覺得它超級溫和 它主要就是針對粉刺跟痘痘 或者說你的皮膚有一些色素不均暗沉的部分 你可以透過它做溫和的代謝 只要是皮膚有在明弱 然後我就不會去用18%的酸類保養品 因為其實它相對的會給我的皮膚上呢 是有一些負擔的 那這時候我就會選擇這種比較溫和的 那我個人覺得它的溫和程度是真的就是比較慢 可是是代謝有感 因為像如果說我不去做痘痘或者說粉刺代謝的話 我再用手指頭去摳它很容易流疤色素沉澱 但是用它的話呢就是它可以溫和的代謝 然後你代謝完之後臉上是不會流色素的 所以我覺得它代謝效果非常的好 但就是有點慢 如果說你是容易敏弱的話呢 理膚保水的溫和代謝我會推薦這一支 下一樣東西是聖克萊的玻尿酸超含水3C眼霜 我跟你說它裡面的成分有玻尿酸 我對玻尿酸的印象就是 它不可以跟妝前或是說彩妝品一起用 因為容易搓泥或者是妝感會變得不服貼 可是他們家這支玻尿酸完美的 可以跟彩妝品、妝前甚至其他的保養品融合 就是它完全不打架的那一種 那我每次要上妝之前呢都會抹一點點3C眼霜 然後再去疊底妝 整個眼周超貼又超亮 非常的保濕 而且又很持妝 然後這一支的話呢 其實主打就是說 可以給常常熬夜或是常常使用3C的人來使用 它可以去淡化黑眼圈 那我個人覺得淡化黑眼圈這一塊比較無感 可是對於眼周的滋潤是非常有感的 我自己是覺得說以它的價格然後搭配它的產品表現呢 就是它的CP值是非常高的 如果說你是小資 預算有限 你想要找好用 可是又便宜的眼霜的話呢 你可以試試看聖克萊爾這一支囉 接下來是Doctor Wu他們家的杏仁酸水洋酸的這個身體乳液 名字我放在這邊 因為我已經忘記了 我個人覺得還蠻好用 可是味道有一點臭 我當初在買的時候 所以我發在我的IG限制動態問大家 大家第一個反饋都是味道很臭 我其實第一次用的時候覺得它的味道沒什麼 可是用越久會覺得它的味道真的還蠻臭 我覺得塑膠味很重啦 可是我根本說我覺得它對於皮膚代謝效果很厲害 因為每一次我抹完了之後 都覺得我隔天的皮膚是滑的 而且整個肌膚的顆粒感會慢慢的被消退 所以像我之前還沒分享 保拉征選的水洋酸2%身體乳液 其實我用到一段時間之後 好像對於皮膚的保養感受 就有一點停滯了 後來我就想說可以換換其他的身體代謝乳液 就是換到這一支 它直接突破了我那個保養的停滯期 而且像我的毛囊腳化症 它也有做到淡化跟代謝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一支雖然很臭 可是它很好用 然後以身體乳液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質地算是蠻清爽的 然後又不會沾黏衣服 我很討厭那種黏膩感的身體乳液 但是它完全走一個清爽的路線 我很喜歡我會回購 再來呢 還有加達尼爾他們家的金展化舒緩保濕面膜 我還蠻喜歡他們家這系列的面膜 它在我身邊算是第一名第二名 第一名呢是那個杏仁酸的 可以代謝顆粒感的 然後它的話放在第二名 因為我覺得它對於皮膚的舒緩效果非常的好 像我之前就是有他們聲響過我的皮膚 有一陣子變得超敏弱泛紅 然後又發揚 重點摸起來還有一片一片小顆粒 就那些層子不知道怎麼來的 後來我那時候好像剛好也在隔離中吧 就不方便外出看醫生 然後我就拿他們的金展化面膜 稍微做食服包養一下 因為它那個不穩定的感覺就有被壓制住 也不是壓制是舒緩 就像這種舒緩的面膜 你的皮膚沒有什麼狀況 你去敷它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無感的 可是當你的皮膚出現狀況的時候 你拿它出來使用 你會覺得 欸 它是認真 有效果的 所以金展化舒緩保濕面膜 在我身上一定會被擠片 當皮膚敏弱燒泛好的時候 我一定會拿出來用囉 那還有他們家的香粉 我手上這個禮盒已經沒有了 但是裡面的味道都是有單顆在賣的 先跟你們說 這是一個夢遊烏托幫 就是聖誕節那時候推出來的限量禮盒 如果說你有搶到的話 真的恭喜你 因為我覺得這一盒送到我手上 我真心覺得 天啊好療癒 因為他們家香粉單顆已經很香 但是味道mix在一起更香欸 所以那時候就是我在IG和你們瘋狂說很適合 送人家當交換禮物 我相信如果說有收到的人應該心境都是跟我一樣 先說這個禮盒呢 它裡面是有裝四顆小小 這四顆小小的啊 七十五顆 平均一顆呢 大概可以用七到十天左右 如果說你每天燒兩個小時的話 那像如果說你有什麼特別喜歡的味道 你也可以去他們官方網站買正常的一個 客數就是一百四十顆 這一顆的話我自己用起來可以用二十天到一個月左右 這四顆啊 有兩顆的味道我是有回購的 第一個是 無憂秘境就是這一個我又再度燒完大課的 無憂秘境我覺得它聞起來是有薰衣草跟松木的味道 這兩個味道mix在一起是不是很適合睡覺 所以我在睡前的時候呢都會點無憂秘境 然後吹息了之後呢會再帶一點點精油到我的人中 然後到我的手腕然後甚至耳後 就是把它當香水的概念啦 真的可以幫助我的身心放鬆 然後可以讓我快速的進入夢想 或者是說有一個味道我也很喜歡 它聞起來有果香調很適合工作的時候用 它叫做 冬日搖籃曲 這個味道呢它聞起來就是有一股非常愉悅身心的花果香調 就是會讓你感受到很放鬆 然後你在工作的時候呢心情會變得很愉悅 當你心情愉悅工作效率就會提高 所以這兩個味道呢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也是有讓我回購這種大莫術的 最後一樣呢是 保健食品 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可是我要跟你們講我自己的狀況就是 我好像有腸胃急躁症 但這個是從小到大就一直有的 就當我遇到那種壓力很大 比方說小時候肌測啊學測啊斷考啊等等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就很容易犯脹氣 脹氣之後呢還會加一個頭很痛 而且我每一次吐完之後整個人的精氣神又回來了 現在小時候遇到這樣子很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我去看醫生 他們通常都是開胃藥給我消脹氣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 藥對我來說就很像治標不治本嘛 所以像我就是到處打聽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的狀況 超級多人推薦我去吃益生菌 去調整腸胃跟體質的部分 後來我就靠康世美他們家的醫療小姐就推薦給我素崩定 那小姐就是介紹我說呢 他們家這個素崩定呢 一顆藥丸就等於一顆高麗菜的精華 它可以幫助我們腸胃蠕動啊消化小腸氣 然後我就想說 試試看好了 我根本說這一瓶啊 一天要吃四顆 然後這一瓶的量呢是一個月我吃了兩個月 因為我一天只吃兩顆 我個人覺得還蠻有效果 因為這兩個月我的腸胃急躁症是沒有發作的 但是它一瓶沒有很便宜 大概一千四 我覺得好像你靠藥妝店去看那種醫生菌的價格 它是比較高的 可是因為我是減量服用嘛 所以對我來說一個月平均下來是七百塊 我覺得好像就是在大家吃醫生菌那個平均價格裡面 對所以我會覺得這個素崩定會讓我想要回購 這一波空瓶呢就分享到這邊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常空瓶的東西的話 也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囉 或者說你們有什麼推薦好用的醫生菌 也都很期待你們的留言 因為我現在對於吃醫生菌已經吃上心得了 很想要嘗試別的 雖然說我也會想要回購素崩定啦 好啦那現在時間有點晚了 我就是準備洗洗睡眠出發傷害 可以期待我的隔離影片喔 掰掰